当然黄豆粉做出来的豆浆 它的营养价值 绝对比我们现磨的豆浆差非常多 而且其实我们一般观众朋友 可以稍微的分辨一下 如果你发现你买到的豆浆 是属于比较偏黄的 那其实它就是用黄豆 可能是用黄豆粉泡出来 相对的豆浆没有那么黄 它比较灰白 它是比较偏灰白 所以相对的 如果是用黄豆粉泡出来这样的豆浆 它的价格是比一般人家便宜很多 对不对 如果它有良心 它可能会卖比较便宜一点 但是如果 还要看到有没有良心 像有些人 所以像洪大哥刚刚讲说 豆浆上面有一层膜 那百分之百是真的了吧 激励比较大 对 至于像丁玲刚刚讲到说 为什么这个闻起来好像会有一股 就是不是那么讨喜的味道 有一个豆子好像酸掉的味道 因为其实这就是天然的 它没有加任何的方式 那就是黄豆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味道是非常熟悉 因为我瑜伽教室旁边 就一家专门在磨豆浆的 就这样磨 现在要看到这种在磨得都很难 可是当然它有用比较高科技的方法 用比较好的那个研磨机 然后你可以要加黑芝麻 或是要加南瓜 它会现磨给你 然后喝出来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是整个非常浓稠的 听起来超营养的 很好 那营养老师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观众朋友真的分不清楚 到底哪一个是真的豆浆 哪一个是加工过的豆浆 请你来教教我们怎么来分辨 好 营养老师那请你教我们这个豆浆 除了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以外 还有哪些问题 其实就是一般我们其实 即使你可能买到的是现磨的豆浆 可能也会有两个危机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一般其实在家里有煮过豆浆的人 一定都有一个经验 就是泡泡很多 会一直往上铺这样 所以其实在 对 其实在加工的一个过程中 豆制品在加工过程中 它就是不论是搅拌 或像我们现在煮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它都会用冒泡 对 一直冒泡 而且有膜 对 而且它用的泡泡就是 它冒得非常大 所以其实会增加这些加工的这个 而且它要滚上来了 这个时候我手上这个叫做 把它这样加下去 好多都没了 对 这个就是 加那么多 就这样子倒下去这样子 所以它就不会再涌出来 还是它再涌出来要再加 没有 基本上你加了之后 它就比较不太会了 对 这个主要就是一般的业者 他为了要缩短他的一个 制作的一个时间 对 方便 味道不会跑掉吗 味道 不会 它没有味道 它不会跑 你会发明这种东西 如果没有加消泡剂的话 那个人要一直在旁边 对 不然它就很容易就溢出来了 对 因为它旁边固 而且要脚 不然你很容易都 所以这消泡剂是化学制品 它其实有食用及有工业 怕的用的就是工业用的 价格差很多 是 是 是 对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煮 一般在家里制备豆浆的时候 其实有所谓一个叫做 费就是费 费点的费 对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黄豆里面 有个成分叫做 肥皂的皂 我们在煮黄豆的时候 其实大概在80度左右的时候 这个皂素就会导致这些大量的泡泡产生 但我们一般没有经验的人会以为说 我豆浆就煮好了 对 这个时候你喝下去的时候 其实里面有一个物质叫做 它就会导致我们大概类似 就是完全还没完好 其实它大概只有中心温度 大概只有80度左右 这时候你会出现 但是它泡泡冒得非常严重 对 很多人就会以为说好像煮背 对 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像 肠胃道一些 腹痛 腹胀 拉肚子等等的一些问题 所以其实告诉观众们也不用太担心 我们在家里煮的时候 如果你出现这样子泡泡的问题的话 你就再额外多煮10分钟以上 基本上就 就把关翔火 对 关翔火煮10分钟以上 基本上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最好还是不要加消泡剂 真的 那如果是工业级的这个消泡剂的时候 它效果不会比食用级的差 甚至还要更好 但是我们会担心就是说 工业级的消泡剂里面 就会有很多有机类的这个东西 像是有机杂环 甚至含有这个有机本环的东西 甚至还担心有时候会有不少的 不一样种类的重金属在里面 那可是问题是这个消泡剂 我们哪知道有没有加 是 那我们来请教授帮我们来做一个讲证 到底里面有没有消泡剂 这个豆浆实际上来讲 它真的很容易产生一些泡沫 我们把它摇一摇 这个泡超多的 这是很多泡沫 很多泡沫 这个就没有 这个就没有什么泡沫 对 这个其实来讲这个是买来的 这个是家里面的这个东西 家里面的这个豆子自己磨的时候 自己去煮的时候比较不会有泡泡 为什么 外面的这个东西因为怎么样 它里面还要加很多其他的这个东西在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它可能里面加进去这个成分 包括里面有时候甚至还会加到乳化剂等等之类的 这个时候它比较容易产生一些泡泡 有泡泡的时候 有时候大家看起来泡泡会不喜欢 跟在煮的时候一样 就想不然要把这个泡泡给消掉 消掉就会加进泡泡剂 这个叫消泡剂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到底A是真的还是B是真的 哪一个有加 哪一个有加 应该是这个比较令人担心吧 对啊 因为刚刚讲过不是说讲过有皂素吗 皂素基本上就是类似一种界面活性剂 它是天然的 所以就好像我们洗肥皂的这个皂素啊 会有泡泡的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那皂素的量越大 当然是它的泡泡的量也就会越多 对 可是刚刚我们两个是不是都以为有泡泡比较好 对 因为表示它没有加大泡剂啊 那个叫做消泡剂 这个东西加消泡剂 现在这个是已经完了之后 结束了之后 对不对 然后拿出来再卖了 但是它就是因为呢 它很容易产生泡泡 所以它在制作过程当中 它要加消泡剂 所以你可以知道 这两种情况是不一样 这个比较容易产生泡泡 所以但是它要弄出来 比如说卖给这个顾客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要让泡泡消失 像说那如果我们在传统豆浆店买的那种 回来这样自己摇 是要有泡还是没泡 尽可能没有泡 所以这个没有泡是比较好 对对 早年在几十年前啊 我太太怀孕的时候 怀孕人的胃口都很奇怪 但是很久不见 很久不见 很久不见 那个怀孕人的胃口很奇怪 他什么都不喜欢吃 他就是喜欢喝豆浆 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们还住在 豆浆好啊 那时候我们住在国外 要去找那个好的黄豆 真的很难 在国外 对啊 它就比较简单 所以他坐月子 我连续几乎一整个月 我都天天在做豆浆 所以难怪教授寄到现在 所以难怪教授对豆浆这么了解 不过今天我们也学到了 以后大家都可以自己做一个 简单试试 没错 谢谢教授 好 谢谢 好 那除了豆浆以外 还有哪些饮料 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节点告诉我们 早上大家都会喝一杯咖啡 对不对 但是现在要告诉大家 可能你喝的咖啡是 走味的咖啡 里面可能一点咖啡都没有 现在呢 一定要请我来宾来猜猜看 哪一杯是由我们化学所调出来 喝的咖啡呢 实在是太厉害了 什么都能调也太厉害了 我以前是一天 几乎一天一杯或两杯 可是因为我怀孕 就不太敢喝了 妳是自己胖吗 没有 我都是在去 我比较熟悉的店家买的 我不太在外买 所以妳咖啡应该答忍喔 我不晓得 我看答忍 我现在咖啡不是答忍 但是也可以变成代言人 所以就是每天也在喝 我咖啡喝有多少 我的天啊 这两杯真的好像喔 有一杯也是熟悉的味道 对 我的天啊 对 然后 那洪大哥 你咖啡喝的量到 我咖啡喝真多耶 因为以前熬夜拍戏 对 我瓶装的咖啡 我一天还喝到五瓶耶 瓶装的 你的都想要瓶装 你是外面买的嘛 外面有罐装咖啡 是 因为喝罐装咖啡啊 我不会嫁给一个 喝罐装咖啡的男人 博老吗 那个很简单耶 因为你煮咖啡要花很多的时间 一个男人如果只要挑简单 你为什么要挑咖啡呢 你现在是在劝大嫂换老公吗 是 我的意思是 那罐装咖啡它调的味道 很合我的口味 可是我很奇怪 以前怀孕前啊 反而不喝咖啡 你怀孕好奇怪 怀孕了之后 然后中间过程就突然好想 好想喝咖啡 然后我还就为了这个 问我的医生 说我到底能不能喝 有一杯 我的天啊 你的怀孕都变得好心 有一杯比较甜耶 对啊 然后生完了 不要反而变成喝了 我跟你讲 我以前不喝咖啡 我会心悸 可是后来我为什么爱 不喝咖啡会心悸 我不喝咖啡 因为我喝了会心悸 那我后来因为我 你的逗号可以标记 我想说要讲快一点 我怕我讲太慢 后来呢 我为什么爱喝咖啡 是因为他也是剪 就是减肥的一个就是饮料 因为我都喝黑咖啡 我不喝三合一 大家还没选 A还是B 哪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是化学的 我猜A A是真的 A是真的吗 因为B闻起来有点甜 所以A是真的 好 那个吼娜跟B 辣人的辣人 应该是B 我的天啊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味道 因为后来 我跟你讲 我后来真的改喝盐模式的咖啡 我自己拿咖啡豆 我自己打耶 好 所以两位看 不要再利用狂蓝了 狂蓝 两位咖啡达人 都觉得应该是B 应该是B 好 那我们请这个营养师 来公布一下 哪一杯是真的咖啡 哪一杯是合成咖啡 里面连一点点的咖啡都没有 两位咖啡达人 新鲜烤鱼 新鲜烤鱼的鱼子 帮你排毒素 现在冬天到了 我们有时候 从外面回来很温 今天在家裡喝一杯 这样热的 热的 热的耶 好酷喔 好濃喔 好醇好香喔 这个真的 马上回家就要去買豆子来泡 真的 不是 快把他排掉了 好